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猪猪 我们的八卦时间又来了 好久没有讲名人的案例分析 这个我都有看到你们在Q我 那其中有一些也挺有意思的 那这个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的富豪啊 然后这个超级成功的企业老板什么之类的 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人也很有兴趣嘛 对不对 这个呢大家放心 安妮姐姐会给大家讲的 这个在新的一年里面 安妮姐姐应该会逐步的推出各种富豪榜上的 各种名人的八字 大家来看一看哈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一定要安妮姐姐来讲 财心是她的用神 而且她八字里拱财枝 她能够对这个东西有很敏锐的神经 我这种人就是不行的哈 我的财心就是满 而且财心又是我的继神 所以你让我假教你怎么赚钱 那你就是问错人好不好 OK 所以呢这个我有看到你们的Q系写 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明星什么之类的 原谅我老阿姨追的比较慢 这个现在又是巨荒时期 我也不知道要追谁 所以呢 如果你们能有这个好心 给我归纳一下 这个人是哪些年 为什么出名 他的特点在哪里的话 我就是会收到你们的留言或私信之后呢 我就来慢慢来一个个出好不好 OK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我一直挺想讲的一个盘哈 这个盘蛮励志的 就是李子柒的盘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无时商的up主代表 而且人家现在是在金字塔的顶端哦 对不对 虽然现在打官司 但是拦不住他 因为人家 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靠自己成功的 你就是可以随便去说 还有什么团队 前面切菜的不是他自己吗 那个竹子擦进去的不是他自己吗 对吧 然后做事的不是他自己吗 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样子 看他用刀的速度 给你一个团队你做得出来吗 你做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小姐的八字 90年出生了 7月6日 这一天跟我们的淼淼姐姐同年同月同日生 所以大家知道淼淼多优秀啊 也是一个人狠话不多的人呢 死活不露声音不出面 但是就是做 意思是也是这样的 他就是一个不说话的人 几乎非常少说话 你见过up主不说话吗 像我这样嘚嘚嘚嘚嘚嘚嘚的 一看就是时商特别多嘛 他就没有哦 那他是怎么成功的呢 挺迷的 他这个八字比较迷 我这给你们说结论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盘是一个非常非常扛得住运的盘 流年大运对他几乎可以说没有影响 那我们来构筑一个图画 依然是从坐标原点人水出发 人水作为日元的话 想象成是一条江河之水 对不对 江河之水呢 出生在五这个月份 那就是夏季枯水期的一条河 七月份嘛 对不对 六月底七月初是五月 这个时候是大自然中火能量最强的时候 夏天的河是漂亮对吧 我们说夏天的溪水可能有点干涸 但是夏季的这个河流 只要不要 嗯那个水位太浅或者是完全没有 他其实也不错啊 像比如说你你们小时候有没有 我小时候经常去河滩里面抓螃蟹 那就是人水生于五月 他的水位低气的时候我才敢去啊 对不对 他不要全部枯了 那螃蟹也没有了 但他也不要太多了 啊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 他在五月这个时候 人水是没有气的啊 他的能量状态比较低 嗯 但是你看他盘里是不是 他水源特别多 他有两个 这个 金啊 而且这两个金 你看这个根金 这个生金 都是人水的 这个 可以发人水的这样 有很强的那种能量 很强的金能量 对不对 你把它想象成雪山 就好比他这个河流 虽然是在夏季啊 是在浅滩期 枯水期 但是他远处有 有雪山 近处也有雪山 坐下还有就是感觉 嗯 地下还有溶洞 各种发达 啊 就是做长生就是爽 你甭管什么天干 你做长生就是爽 你就记住 他就做了个长生啊 所以呢 你看 嗯 一个斤 两个斤 这还有一个水 所以他的水能量 你说很差吗 也不会啊 我必须说他不会很强 零到一百 我不敢说他是一百 或九十 他八十也达不到 嗯 他盘里还是火能量 还是比较多 但是你要说他十几二十 也不至于 那我觉得他就是在一个 不强不弱的位置 他不强不弱的位置 一个两个三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身 这个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在人生日出身的 所以他这个盘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说你怎么用大运流年来 来破坏掉这套生态系统 你破坏不掉的 因为他现在你说 嗯 我给他更多火 你说你跟他 他更多火 他会很倒霉 他给他很多火 他水位值会低 但是呢 他的这个金在这 他上了三重保险 尤其是这两个东西 非常强悍 他远处有雪山 近处有地下溶洞 你怎么能破坏他呢 他水位就是第一点 他会没有吗 不会的 水命的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我经常说 水命的话 你盘里如果是需要能量更强 那么金比水 对你来说还要更加的实惠 有发水之源 永远有比其他的 你就想把你吃一条河 有发水的源头 比较实惠呢 还是旁边有条河 跟你一起比较实惠呢 你要是某一年 什么泥石流 旁边的河 它估计自身难保吧 它泥不下过江 它怎么来保你 但是如果有发水之源 那没有关系 今年咱们泥石流 那它还是在不断地发发发 明年把它冲开 就是不要断流就行 所谓的河流的远远流长 sorry 这个源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金特别重要 对于人水来说 什么能发得动它 根金是才给力 心金都不够给力 心金在某些季节下 发它会发得很好 但是还是在根金更给力 所以它盘里有这么多的 发它的元素 它不会很错 那再来呢你就说 哦那既然如此 我给它更多的水 发洪水 会不会很倒霉呢 它发洪水的时候 我觉得会比来火的时候更倒霉 但是也不会很差 你想嘛 你发洪水 我不知道它石柱有没有土 有土它这个盘简直就是无敌 就是水也不怕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它来多多的水 我们还是有五在挡着 毕竟是出生在火年火月 对不对 还是能稍微挡一下 但是来什么的年份有点烦呢 它这个盘来紫的年份 还是有点烦的 因为这两个子五会相冲 这两个火都被冲破 这两个火的话 都是它的财心跟关心嘛 对不对 但是人生是关心是空亡了的 会 它如果是自己本身就不谈恋爱 就它别优秀 它一优秀不想谈恋爱 它这个盘就彻底不谈下去了 然后 anyway反正 我觉得来紫的时候 它财心被冲 对它来说更难受 所以去年的时候 它财心就是被冲 你看它今年在打官司 那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肯定是由于 它别人 你知道它天使融资吗 融出五十亿 它自己估计什么都没有分到的 很惨估计 因为去年的那个庚子年 就是一个发大水的年 把它盘里的财心全冲没了 这个是唯一我能想到的 对它来说不太好的年 当然还有福音年嘛 对吧 人银年哦 明年就是人银 福音加这个冲 销神被冲 也是有一点点的动荡 会比较多 压力比较大 它估计可能要自己转型吧 压力会多一些 但总的来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盘 是个很扛得住运的盘 真的很扛得住 就是什么意思呢 它盘里叫做水火交战 然后水跟火 谁都不让对方 就是火 人家是月令班长是火 再加上年也是火 它火能量是够强的 再来呢 水能量 由于有金的存在 非常有底气 也不差咱们 我就说它身不强不弱 反正这个五十上下 那它这个盘 就是属于来火来水都行 来金来木呢 就有意思了 来金的话 可能它就会懒一点点 因为金就去生水 然后同时呢 它跟火又是相战 所以才弱一点点 它可能会想要学习 比如说2020跟2021 它自己就可能想多学个文凭 一个读一个学位 或者是自己在虚心的 学一些其他的知识 但就是进补的好时候 来木呢 就很好了 我觉得它盘里 是木是它的使用生肯定的 它原盘 它外名不叫李子柒 它改这个名字 很明显是为了补水木的 木对它来不用说的 肯定的 水生木 木来生火 它盘里现在就是因为没有木 所以这个水火在暴交战 无法通关 但如果来一个木的话 它就是变成石神生财嘛 对吧 水去生木 木去生火 那就是 就是财运就会来得更爽 这个作为一个up主 它要输出 对不对 它还是要木的话 它也许就开始开口了 它这个盘 我觉得它石神 估计也没木 死活说不出来一句话 你看它的那个采访 它的脾气不是非常好 然后呢 就是说话经常词不达意 或者是说太耿直 就是然后经常就是没有回旋余地 有时候还要骂记者说 你刚才不是说我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还问一遍呢 或者是你问这种问题 难道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 有一点了解嘛 反正是有一点爆的这样一个脾气 人家做事也是拿刀五枪弄棒 巨快无比 不是一个仙女的性格 我觉得它没有石神商官 所以来石神商官的运势 其实反而会很好 什么时候呢 2020就开始走进了 它的吉卯运来了 它之前人生 它的人生之前都没有走过 木运 但是它人生之后要走 20年的木运还是很爽的 2020进来之后 吉卯运是一个商官见官的 这个运 有石神 这是什么 这是商官 是吧 这是商官 然后这个吉卯运是正官 所以其实一个商官见官的运 你就开始撕逼嘛 要打架 岁月交界之处 去年今年 估计早就想着要打官司了 再慢慢的攒招 但是呢 不可否认是木来了 木来了还是很好的 它盘里来了木 石神身材 我觉得它更多的技能 如果它有更好的平台 它自己可以更好的发挥 然后再来呢 今年是一个新丑年 看到了吗 对于它来说 这个是正官 这个是正印 所以今年是一个正官正印的年份 别看它在打官司 但是正官正印的年份 应该爱惜羽毛 自己立人设 并且往高层走 往身份角色上 往更正统 更正规 根本高层认可的方上去 所谓就是登科 所以它现在成为了 我们四川的农业大使 我也很骄傲 它绝对是有实力的 然后呢 再来它也是被 应该是更高级的政府吧 我也不知道哪一级的政府 反正whatever 给它颁了一些奖章 然后呢 也认可它成为 这个各种 就是青年农业代表吧 什么之类的 所以它 这个也是在登科 不要看它现在在打官司 它敢打官司 肯定是上面有人支持它的 它底气非常足 实际上它的对手 好像已经败诉了 这个 这个所以它的这个官应运 我觉得它今年去转型 在转什么呢 就是在转当一个 这个身份角色的 更高一层的进阶 而在下面的这个运里面 因为有十年的 上官见干预 真的要小心它 就是上官见干预 就是你别做一些亏心事 你不做亏心事 别人怎么打官司 打拼你 当然小人多 他总找你麻烦 但so what 老娘不怕 但如果你做了一些亏心事 上官见官的云 会被人翻出来 你的旧事 什么你学历造假 然后什么 什么以前的黑历史 什么之类的 什么乱交男朋友 反正就这种东西 反正有心之人 就要开始 嘚嘚嘚嘚嘚嘚嘚 所以它这十年 会这样子有点烦 但是我觉得 它这个运板 它这个盘 结合它的出身就特别好 它这个盘是一个 我跟你讲 可以是一个很讨人念的盘 这个人的这个性格 要是 它是一个初始 就是比较任性的 然后别人都让着他 然后父母也都让着他 没有吃过苦的 这样一个盘 这个性格有点讨人厌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从小 就是吃苦 然后见惯了 人情冷暖 知道怎么 如何收敛自己的 这个时候 它就不会 它这个盘 就会变成一个 一个非常扛得住运 很好的盘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去看三明通会 它会说 水火交战的盘 有各种各样的好 尤其是大江 跟这个红日的对照 就比如说 人水跟丙火的对照 如大江映日 多么多么的宏伟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人气势就是磅礴 大开大合 在古代就是当将军的命 在现在就是当 女企业家的命 是的 楚桥传嘛 那它现在盘的话 其实火小了一点点 略小家闭育的一眼 但仍然是水火交战 我觉得既然水火交战 咱们就是把大女主的人设 力到底 你可以作为一个仙女 大女主也可以 很仙的 但是是一个 就是性格 就是大 就是你懂吗 就是它不是那种很 四川话怎么说 就是很say的那种人 它不是 就不是很口口缩缩的 还是非常 非常大开大合 但是就是有点任性 我就说会容易讨人厌 如果他自己 凡事都是 你看 萧绳又这么强 如果有什么有钱的父母 一直供着他 然后 总是觉得别人 就是欠了他的情况下 这种人就讨厌了 再来呢 他毕竟财心很重 是个正财格的人 正财格的女生 都是过日子的好的 好伙伙伴 但是也会太干重钱 所以呢 如果把握的好的情况下 其实他这个盘 根本就应该自己创业 不要把股份放到别人身上 他自己做 他自己做之后 你相信我肯定比现在 市面上买到 离子气的那些产品 质量要好 因为正财格的人 他是做不出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特别黑心 那种商品 然后就是成本才一块的 他就偶粉 真的很变态 你知道吧 成本我觉得才两块钱 他在这敢卖几十加币 他在想what 那现在能理解了 根本不是他出的产品 是第三方公司 在暴力 那人家是偏财的 的这种风格 但他自己是正财格 所以我觉得他也忍不可忍了 可能他自己以后 以他的名义出产品 你应该能看到 真正来自于 这个 from the earth to the table 有好一点的产品 便宜一点的价格 我相信他的盘 应该是这样的 再来呢 如果这样的盘 再来说把握不好的话 他很容易因为钱跟人撕毙 因为太看重钱 这个人盘里 目前盘里没有失神上官 财心又一大堆 这个就是 而且是正财心 扣扣缩缩的 就是一个 完全可以为钱撕破脸的 如果他要开始跟你讲道理 开始要觉得 就是 我要保护我的利益 什么之类的话 一定是从钱的角度出发 所以其实 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 结合他小时候很吃苦 吃过很多苦 再来呢 感觉他的三观还是比较正 比较孝顺的情况下 我相信他能把这个盘把握好 也希望他能做一个好的商人 他这个盘应该做一个好的商人 OK 这个盘就讲到这里了 那个前两天 雅姐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李子柒的盘非常好 我还没有看是什么样子 他应该会 我鼓励他还出一季 讲讲 不是 那个叫什么 李佳琪 不是李子柒 雅姐的盘好像 他跟我说是一个木火通明 很强的盘 管不到声音那么大 人间所那 木火通明的盘 他是一个 还有那个林志炫也是一个 哇 这些人声音都是大 那个都能特别能喊 精力旺盛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雅姐姐 看他想不想出 他不出我来出 期待一下李佳琪的八字 另外呢 我亲爱的学员 给我提了一些建议说 除了名人话 能不能有一些典型的行业的八字盘 来解释一下 比如说 这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曾经做这个行业并不合适 然后呢 他当他回到他适合的行业之后 他这个八字就闪闪发光 成为行业优秀领袖人 可以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idea 那我以后也是来日方长 我们慢慢来 我给大家多出一些案例嘛 如果大家对素人案例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给我在我的视频下面点 扣1吧 好不好 我看一下 大家想想听 就比如各个行业代表 好的销售 好的老师 好的演员 好的 好的程序人 我都有 我都有很多案例 好不好 那我们下期见 同学们 还想听哪些明星 或者名人的案例呢 给我留言吧 拜拜